全红蚕跳水生涯最大失误 水花见其一米高 教练却笑到止不起哦 说起跳水冠军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那肯定就是全红蚕 全红蚕在本届东京奥运会中的表现 可以说是非常的优秀 他三跳满分的成绩更是震惊全世界 就连郭晶晶都直言对他的喜欢 而全红蚕在夺冠后 网友们也是热烈祝贺 但这其中也不乏有自己的声音 著名乒乓球运动员邓亚萍就成点评 全红蚕是无知者无畏 邓亚萍表示东京奥运会现场没有观众 没有太多的声音 所以对于全红蚕来讲 这就是一场训练赛 然后全红蚕在全运会中的表现 就狠狠打了邓亚萍的脸 全红蚕顶住压力 拿到了团体比赛的冠军 个人比赛的冠军 更是把自己的教练带上了领奖台 获得金牌的运动员是 来自广东海印队的全红蚕 教练员是何飞宜 那么看到这很多人会说 全红蚕这么厉害 难道没有失误的时候吗 其实是有的 全红蚕在跳生米版的时候 各种失误 水花都见其一米糕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红姐的大型失误名场面 给大家看 我们下期再见